熊鹿夺冠年布朗换库里绿军能夺冠吗 夺冠那年他俩没打呀 夺冠那熊鹿给首轮打的是这个热火 次轮没遇到凯尔车人 当时那不是朗网遇到凯尔车人吗 啊就库里直接替换有伤的布朗 呃当时布朗是布朗有伤 史马特齐也不太利索 当然你要那么换法呀 那么个换法首轮整个球队阵容架构这块看起来差点 我觉得那年有点凶险 因为毕竟第一轮属于是哈登全力以赴的那个状态 不太好打 我估计不一定打得过 应该打不过我判断 因为那会儿蓝昂队进攻比较凶 而且那个卡尔车人呢 防守也不是无死角 当时是有缺陷的 跟今年的卡尔车人不可同时而语 当时卡尔车人比较弱 就算顶替杰伦布朗也不太行 你对方大半也多呀 那张普莎哈登当年自己直接对外施东护里 略微落下风也绝对不虚呢 就哈登他整个职业生涯 是没有那么怕库里的 就打可以交手 我这块领军的这种实力没有你强 但我绝对不拒你 就是哈登啊 他不像雷拉德 为库里如虎 一剑下的腿都对了 当时因为整个人身上打得太惨 从未给库里带来任何一定点压力 没有威胁感呢 他怕 怕库里 如同在下散的猛虎 遇到了一颗强宝当中的 小绵羊差不多 素懒 对不对 都跑不开呀 自己只能说任人宰割 而这个哈登呢 遇到下散猛虎 哈登属于是上散的雄狮 两者之间必有一斗 库里凭借地利 以上四下 哈登不见得能打得过 对不对 哈登确实每次都是 以下四上打 都打库里 郑荣这块 打不过金种士 尤其后期就哈登了 真正MVP级别身手之后 那会儿极具竞争力了 郑荣实力都不如勇士 属于是上散的雄狮 非斗狮 打了一个下散的猛虎 最终落败 但咱们讲 也有一定的英雄气概 这是哈登 因此你当年那只篮网 凯恩多兰特第一轮也能打 欧文第一轮也非常健康 那哈登旁边正八景 是左膀右臂巨棋了 而且第一轮比赛 当时德安东尼还上在仗下呢 德安东尼 哈登围绕他继续打一打 德安东尼证明自己 执教思路理念的时刻也来了 凯恩多兰特花神一杆并认 那主席来 哈登确实打的也是历史级别的效率 我感觉库里斜手塔通 打不过 打不过哈登携手多兰特加吻 这哥啥 那主席来是打的挺漂亮的 其实蓝尔队 打的挺漂亮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打不过